接着也是为了庆祝法宝节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了一系列的 线上欢庆活动 除了颁发奖金 表扬优秀的佛亲 还透过了影片 由法师指导大家 如何在家里面制作好吃的腊叭粥 这个公家好可爱 我也要买一个 它叫善缘宝宝 多伦多佛光山多年推动善缘宝宝 祭司帮助不少弱势 日前更制作影片宣传这项意举 我很荣幸今天能够参与 佛光青年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为庆祝法宝节 办理献上欢庆活动 还颁发佛光青年奖金 表扬优秀佛亲给予肯定 其实你们要觉得 这就是你们的成就 这里面的米 因为等一下就要煮了 所以 影片还邀请光明寺住持永康法师 教大家快速制作好吃喇叭粥 一起在家共享佛陀成道的喜悦 人间为世加拿大多伦多 总和报道 有 有